祷告的时候出生祷告还是不出生祷告得神的喜悦呢 答案是你祷不祷告神都喜悦 神都爱你 简单说就是呢 无论你做什么事 你没做之前神就爱你 这几天我去我们台中的领袖 Andrew跟Jessica他们家住 他们家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 然后呢 她现在刚满三个月 她哥哥满三岁 你知道吗 那个三个月的躺在那里 她什么事都不做 我看到她就觉得好开心哦 你不是 应该说这个孩子不是因为 做得多好 所以她成为他们的孩子 她光是存在那个地方 就是她父母的喜乐 你存在 你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天父的喜乐 所以不是靠你祷告好或不好 但是呢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问的问题是 有开口祷告跟闭口祷告哪个比较有效 或者是开口祷告闭口祷告哪个 比较 神比较喜欢 事实上是只要是你做的 他都喜欢 OK 然后呢 有一些祷告确实要用嘴巴说 宣告出来 确实如此 因为谁要你知道你是谁 谁要你使用你嘴巴的权品宣告出来 所以有些祷告开口说出来 宣告 我宣告主已经使我得胜 我宣告神已经使我健康 我宣告神使我平安 我宣告我必不惧怕 整个事片里面常常都有我必不惧怕 我的心啊我必不惧怕 其实他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不怕 其实他是在对自己说我不要怕 他其实心里有点怕 所以他这样宣告 所以呢前面是我必不很动摇 后来是我必不动摇 对不对 有一个诗篇是这样说 所以弟兄姐妹 有些要嘴巴说出来 但有些时候默祷 有些时候你真的不晓得你要说什么了 你已经跟上帝说到 不要要说什么 你也不要 你也可以默祷 甚至于是 你用哀恨叹息都是一种祷告 你知道吗 主啊 主啊 你看到我那个小孩这样 主啊 我不要说什么 主啊 主啊 这也是祷告啊 对不对 那有些时候你根本连说 叹都叹不出 在你心里面呼喊主 也是可以的 你跟他清心吐意 所以呢 如果神感动你宣告出来 就宣告出来 神感动你 你觉得你真的想不出来 就不要讲 也没有关系 那有些时候就方言倒口 有些时候真的就只是在神秘前 就是主啊 主啊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跟神清心吐意 让神来做他奇妙的事情 好 OK 希望这样也回答你的问题 那就回答